黑夜中好几辆汽车 被好像海啸一样的洪水冲走 可见水流的力道有多强 有车子被洪水围困 民众拉着绳索 转过湍急的水流 赶过去把车上乘客给救出来 秘鲁现在正式雨季 南部城市塔克纳好与酿灾 造成四人死亡 还有250多栋房屋受损 到了白天一看 地上到处都是残骸瓦砾 汽车轮胎深陷污泥中 民众拿着铲子血尽地挖 同样在南美的玻利维亚 中部城市客家帮巴 也是一个晚上的大雨 河川暴涨 洪水夹带着大量泥沙 冲毁道路 泥流快要淹到膝盖 玻利维亚临时总统爱尼兹 穿着黄色雨衣到灾区视察 在路边看着滚滚洪水 奔腾而过 也向灾民表达慰问 从空拍看得更清楚 一大片区域几乎被泥浆淹没 有的房子只露出了屋顶 幸好当地没有传出伤亡灾情 政府承诺会协助灾民重建 大爱新闻女方编译